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向导CJ 之前我做过一期关于国会大厦的攻略视频 你们有聊到过关于参观国会大厦的一些注意事项 今天我就带大家从投资委过一遍参观国会大厦的全过程 首先再次提醒大家国会大厦每天都有参观人数上线 注意大家一定要提前购票 我们拿到票后,你需要在参观时间前的15分钟到达入口处排队 进入国会大厦首先要过安检 与机场安检一样,所有物品都需要过安检机 进入后,在入口处拿一个语音讲解器 然后在旁边的感应器上讲到你想要的讲解语言的图标 把讲解器放到对应的图标上 讲解器就会自动调整为相对应的语言 而整个讲解过程由导览员控制 无需大家自己动手 参观开始前,大家需要爬一段132级台阶的楼梯 又或者可以乘坐电梯到达游览口 但如果大家需要搭乘电梯的 可以随时联系随行的工作人员 整个参观主要有五个部分组成 首先一开始是国会大厦内部的走廊 然后就是来到最重要的国会大厦的中庭 接着就是禁止拍照的放着皇冠和权杖的穹顶大厅 同时也是整个县城中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继续往前走就是旁边的休息室 最后一个就是国会大厦的议事大厅 整个打拉过程需要45分钟左右 从理大厅内是不允许拍照 其他地方都允许拍照或者录像 最后大家还可以在出口处了解一些建筑背后的故事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记住 就是门票一定要保留好 因为整个县城最后的出口处 仍然需要扫描门票后才能出来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更加了解整个参观过程 同时也让大家可以注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玩的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